起上宿是提示 三個幾天 今天天氣可能的路徒好變水災 台北市府今天也去行水災風神的演習 另外專台一直發生的帝黨衛 民生社會的一種大樓 因為花蓮的共和帝黨 是出現嚴重的迫寸 卻用打紅燈 當核酸水位高漲的時候 路災必須關閉 專心聽到官報 台北市長主辦安和市府的官員 來到的確調水災 做水災的風神Q陷的演習 關閉伊朗食抽水基者的設備操作狀況 因為專業氣候變成 市府特別注意 強大的天氣變化 有可能性在的狀況 起上宿提示 適度方便的影響 日三會有地嚴視 以共港湖 日四開四連三五天 會有方便留在臺灣附近 日車會發生極低的天氣 作成生災的可能 封面在星期四離開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很快的後面又有力道封面在建立 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持續影響 我們黑市社不穩定的 如果是要注意 大好生災 全臺灣是一直有發生 大地人 民生社區一棟大樓 還會設因為花蓮大地人 最嚴重的必分 大民族的態度 才起在前行 向大紅燈 今晚安也要求 庫公所和景觀處 可以完成紅燈 大建就不會順著 來確保民眾的安全 建築書在順時 在後面說少年少來抵抗 大樓的主體結構目前是沒問題 主要是態度下去 要陷阱來討論 按照來維修維俄 記者綜合報得